接下來我們要上一種東西叫做台灣的天氣 那是一個重點 因為它是台灣 一個是要講的是說 台灣一個位在全世界最大的陸地 亞洲大陸的旁邊 也位在一個全世界最大的海洋 太平洋的旁邊 然後呢 就因此有受到了季風的影響 還有我們有兩個氣團 蒙古大陸氣團 跟太平洋海洋氣團 交互消長的影響 然後造成台灣很多的變化 還包括有個中央上脈 根本在這裡 造成一些現象 我們要跟會談的是季風 地理有交過 季風就是回隨季節轉變的風 叫做季風 世界上不是每個地方都有季風 只有一些地方有 那台灣就是有 台灣就是有 那麼為什麼會形成季風的基本原因 跟所謂的白天吹海風 晚上吹陸風的原因差不多 只是時間跟空間的尺度差很多 海風 陸風一天之間的變化 影響範圍用公里來算的 幾公里 十幾公里而已 但是季風可能會綿延一個月兩個月 範圍可能會上千公里 其實原因就是海洋跟陸地的溫度的外面化關係 好 冬天的時候 陸地是比較冷的 所以密度是比較大 氣壓是比較高的 所以風就會從陸地吹出去 外面上北半球會向右邊偏 那反過來 到了夏天的時候就倒過來 陸地是比較熱的 熱空氣要上升 然後冷空氣枉堵 所以空氣就從海吹到了陸地上去 因此就造成了台灣的夏天吹西南氣風 這個西南氣風的形成原因 是跟印度洋那邊有關係的 夏天亞洲大陸很熱 熱空氣往上升 形成一個低氣壓 然後印度洋這邊的空氣就補過去 然後外加上北半球向右邊偏 就會變成所謂的西南風 然後這個西南風吹過來的時候 加熱水氣吹過來 然後就會為一些地方帶來一些綿延的醬 這裡寫了印度跟中南半島 這個是你們在地裡唸過的 你們地裡有唸過 這邊有雨季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來 就是因為這個來 吹過來 然後印度洋帶來豐沛的水氣 而使他帶來他的連續性 綿綿的降水 所以你看 這是我們看過的圖 在夏天的時候 印度洋這邊吹向了陸地 北半球向右邊偏 所以對台灣人的吹什麼風 西南風 西南風 台灣吹西南風 所以我們說考試考你 台灣夏天吹什麼風 我們說台灣夏天吹西南風 西南之風 這樣來的 這是它的風場 風向 好 因此台灣的夏天 全島高溫 連熱潮濕 一個原因 受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一個原因 全島都是溫暖的海水所擁抱 然後從西南風吹過來 水氣也比較豐富 所以就會比較潮濕 然後這種太陽曬 有旺盛的對流 然後就會形成什麼 激狀雨 激狀雨就會下雷震雨 所以我們前面這樣背過 雷震雨就從激狀雨中落下 台灣夏天因為太陽曬很兇 所以就有旺盛的對流 就會形成激狀雨 然後就會下雷震雨 好 倒過來 到了冬天 就變成受太蒙古大陸氣氛的影響 然後一樣北半球下 右邊邊旋轉 轉到了台灣 就變成吹東北風 所以台灣冬天就盛行東北氣氛 台灣那天就是受到所謂的蒙古大陸氣氛 蒙古冷高壓的影響 從那裡吹過來的 然後時間大概從每年的10月9月度到10月 到第二年的4月 就是所謂的東北氣氛盛行的季節 第一個 現在朋友聽說了 恆古的時候 大陸偷渡客 這個時候就不太來了 原因東北氣氛比較強 海浪海峽風浪比較大 比較危險 澎湖 這是澎湖的觀光的淡季 比較少人去澎湖玩 因為大家到澎湖去玩 就想要坐船到無人島 到離島去看看 這個時候東北氣氛強 不適合出海 不適合出海 所以這個時間是澎湖的觀光淡季 那反過來 從4月到10月 4月到9月底 就是澎湖的觀光的旺季 大家比較會去澎湖玩 這個時候就是10月到第二年4月 有東北氣氛的盛行季節 然後吹過來 然後這時候我們前面交過了 北部跟東北氣氛 因為地形排身就會怎麼樣 多雨 而南部會乾旱 那為什麼南部乾旱 因為吹不到 背風面 東北氣氛吹過來 竹風藍雨 宜蘭銀風面 雨勢大 吹過來 駕降來九降風 新竹風大 基本上就吹到了這裡而已 吹到這邊而已 往南就吹沒有了 往南就吹沒有了 所以南部就不受東北氣氛的影響 所以就乾燥 北部因為地形還深而多雨 這個位置大概在大安溪口 三溢火焰山那邊 所以冬天如果開中山高速公路 經常是過三溢前 過三溢後是兩個天氣 過三溢前綿綿細靡 一上三溢爬坡道 一下天氣好天 因為他不受東北氣氛的影響 他不受東北氣氛的影響 這就是你要記住的事情 就是我們前面已經講過了 我們冬天吹東北氣氛 此時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因為地形而台正而多雨 而南邊因為位在背豐面 所以就比較 雨就比較少 比較乾燥 OK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